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先生吧 看看我們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 身上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們進入原來是你關鍵 三個關鍵詞 錄完節目就被分手了 現在是我最忙的時候 誰跟我誰幸福 這白馬王子真的來了 你身邊了啊 抓住了啊 咱先說說 上次錄節目其實是牽手了 是嗎 對 當時是在現場看好了這位女士 是嗎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士 挺大氣的 個兒也挺高的 嗯 比你高 比我高半頭 哦 你是不介意這事是吧 我是喜歡這類型的 看完以後什麼感覺啊 跟看電視上呢 差不多嘛 就是那天看電視坐著 我就感覺那人挺穩重的嘛 您對身高很在意嗎 就她這身高您覺得行嗎 一米六七六八那樣子吧 女士多高呀 我一米六八 我看看你們身高 她穿高跟鞋了啊 等我穿 哎呦 我就高很多呀 蔡女士您好 我是從你來的 我被你的形象氣勢都打動 就想跟您底下交流交流 那我還是願意跟你溝通一下 多了解一下吧 好 好 哇 恭喜兩位 牽手成功 來牽個手吧 完了接了回來以後 她跟她閨女一商量 可能我們身高差有一點問題吧 可能就散了 其實我估計 她對您這個人 覺得還行 她她的沒說我這個人 對 只不過可能後來 被她閨女一說是不是 對 身高太大了 對 高半頭沒法在一起 沒辦法是嗎 對 您知道女士 可能就是在意這個身高問題 當時她絕對是沒考慮那麼多 她沒考慮 但是回家之後 然後她思來反去 這我也考慮多了 然後絕對不行 所以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對 我覺得你可以 等於你在節目當中 看到的是她跟別人牽手了 但你依然還來了 我感覺她倆不合適 不是 感覺他們不合適 我感覺那女的肯定得走人 不是 怎麼感覺的 就是 她很牽強嘛 我感覺 那萬一後來人先生 她想用自己的這個執著打動了人的呢 我就問 我就打電話的時候 我說她成功了嗎 我說我看上這個人了嗎 你這兩個人是這麼小 感覺他們不合適 不如我跟先生更合適 所以我要來這個告訴她 還有一個更合適的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對 我不知道你們男士 反正女士有的時候就會知道 這個人他們倆人行不行 或者是我是不是跟她會更合適 我懂一個人的心情 或者我的這個解分跟她更合適 所以你基本上對這事是挺有信心的 是吧 你覺得你就是更適合她一定 看原本吧 好 貼了這個話是不是 就得更嚴肅認真地 對待今天這個見面了 是吧 男人也會忌諱彼此也可不得多 當然也不舒服 所以這個阿姨她倆比較適合 身高什麼 身高大 為什麼現在是你最忙的時候 上個禮拜下雪 這是我們最忙 現在的事 你忙著幹嘛 冬天下雪 我們得背鹽水 一下雪 還是沒開始下的時候 就要開始去灑了嗎 看看天 天氣溫度特別低的 我們就得背水 背鹽水 不管它下不下雪也得背 就防止它們 那平常您都這個班怎麼上啊 平時 我們原來是夏天天熱的時候 都灑水 現在天涼了都在車店裡帶著班 冬天兩旺不灑 那白天沒怎麼見你們灑水啊 我們不灑 我們夜裡灑 夏天的夜裡灑 降噪 幾點啊 十點吧 開始到幾點 到下午 到凌晨到四點 凌晨四點 對 晚上十點上 四點就下了 那你休息是白天休 白天休 我還挺愛上那班 所以二人世界我覺得行 它時間還是很充分的 是吧 白天能陪你跳跳廣場舞 倆人一起逛個街 買個菜 回來做個晚飯 然後他就上班去了 你追會韓劇 你睡會兒 睡醒了他就回來了 是不是 挺好 好 在家裡是不是把這小日子 就排算好了 我看這男的要求不高 這女的不讓他來的 我感覺他良能成 怎麼婚姻當中就 也沒生個孩子 也沒怎麼著 你們倆是過了多少年啊 就是96年 驚人認識 驚人介紹認識 也是一面之源 他是幹嘛的 他來北京也是打工的 他是哪人啊 他是河南的 來北京 比你小多少 比我小八歲 多久你們倆就結婚了 三四個月吧 嗯 反正96 我記得你拿辦這兒的時候 96年的6月吧 中間就發生了什麼呀 到過年的時候呢 他提出回家 我說回去 不讓家 你沒跟著回去嗎 沒有 他回去幹嘛呀他說 他沒跟我 看過父母唄 然後他又過了年 過了十五個不都 還回來 嗯 他回來以後 我就感覺那個 有點變化 有什麼變化 他感覺他 他老感覺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馬上我說他留著吧 他說不留 趕緊說不留 那我感覺我就懷孕 我們倆在一塊兒的日子 也不多啊 嗯 就突然懷孕了 我就懷孕了 我感覺不是我 為什麼想 為什麼草率這麼辦結婚證 老逼著我 那塊是他著急的 對 辦這兒他 他體會著急 所以他當時說懷孕了 你第一反應不是很高興 我在琢磨懷孕是我的嗎 是我的 他感覺不是我的 我說留下來吧 你問過他嗎 我問過他 嗯 他也說不清楚 嗯 他也說不清楚 他就說是我的 我說那是我的留下來 他又不留 就後來這個孩子就沒藥 沒藥沒藥 他總是遊戲人生 他電話呢 他不服這個人 怨自己也怨他 也是哪有灑月就結婚 然後之後呢 你們倆別正常的 過日子生活唄 過日子生活 完了他又想開髮廊 開髮廊讓我給他出錢 這我沒同意的 嗯 我說你在北京可以不幹 你要幹得可以 就上個班什麼的 我支持你 開髮廊那我不支持 我不讓他幹 嗯 然後就跟那兒開始 就跟我那兒 他就鬥氣了我們倆就 鬥氣了 我不喜歡他幹這個 我說在北京那 我有開豬都能養上去 嗯 當時我也心疼他 沒想到我這個心疼 不被理解 完了他就在 那時候在技嘉面 那邊有一地兒開了一個小門 不大的 其實我自己開的 自己開的 自個兒開的 就不用你 我看我自己 沒問題他自個兒開的 反正以後一人來再二人在 就等於慢慢出養了 嗯 那他既然都開了 那你就支持他唄 支持他 我想你開吧 我開我的輸出 你開你的店 早上那兒 早上不回來了 回來了 我就發現有問題了 那時候你開店 你天天回來 也行我也能理解 嗯 完了你早上幾天去 今天不回來 明天不回來 我時間一常 我有變化 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們倆的婚約就走到了 越來越遠 但那個時候 為什麼不離婚呢 他跟我說我離婚 完了呢他就跟我見完面了 那時候在 我記得在豐台的車站那兒 他就突然走了 我說我會不離 他說非得離 其實那時候跟著他離啊 他也不跑了 我說就不離婚 但在商量上呢 這日子過 我說幹嘛剛結婚就離婚呢 完了打仗以後 從豐台車站走了以後 就見不到人了 找不著了 對對對 那他那個店呢 他那店我不知道 就去了沒人 就整個這個人就消失了 對 你當時找了幾年 你就把這事也放棄了 其實沒找幾年 我就懶得去找他去 說白了這事賴我 就找不能賴人 不能賴他賴我 對你怎麼 我要找半年也能離 我說我就沒找他 對對 你為什麼讓他這麼久 我就賴我 那時候也是 那時候我就沒想找他 有他離一大的事 我心裡就是幫了神了 我也沒找他 你現在是不是還想了那個人 不想 早就不想了 想他幹嘛 二夢想了快 那這麼久了 應該是能找是吧 我可不找 那為什麼去年要考慮把婚給離了呢 我現在上回我的靜椎病 說我的靜椎病 去年在家裡待著待著 突然靜椎 我突然我就暈了 靜椎 這麼著我一細想好的也會想 這我家裡沒有人 萬一出了什麼事 我都給我把電話了 那時候 我覺得這種婚宴分了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一件好事 他沒分力說呀 牽扯著他嘛 人生啊 就像一場變臉 喜 吼 吼 吼 輪番上演 誰都想 腰好 腿好 身體好 喜喜樂樂一輩子 可這一旦 腰疼 腿疼 腰椎肩盤出了問題 吼啊 請用舒筋建腰腕 專要專制 腰椎肩盤突出引發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建腰丸 是陳理晋四百年的吃藥精髓 更是國粹中藥的匠心傳承 舒筋建腰丸 中國發明專利 專要專制 腰椎肩盤突出引發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對症 旺州白雲山陳理季 劉仁 腰疼 腰疼 後來是你怎麼辦成的 就是疫情嘛 完了疫情我突然在家看電視 看電視呢 反而進行時老有這個字幕嘛 老有講解嘛 說這個網上辦理也行 檢疫的網上辦理也行 然後我們就跟范小姐一說 范小姐講話 她就起草了 把這狀子遞過去 遞過去回來不合格 在哪不合格她又改了一次 又遞過去就離岸了 在去年呢 因為我們受到疫情的影響 很多的法院在開廳的時候 我們採用了叫線上開廳 那麼離岸呢 當然也可以通過線上離岸 所以先生應該是做的是 我從線上遞交了起訴狀 然後呢最終的是 也從在線上開了廳 然後把婚離了 對 當然其實當中 我覺得線上還是算是比較幸運 因為最終還是說 無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 你找到了你的這位妻子 那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 其實還遇到過什麼呢 就是對方真的就下落不明 聯繫不上 或者是你找到的人 沒有其他的聯繫方式 法院都通知不到他 那這個才是最麻煩的 對 那當然遇到這樣的事情以後呢 因為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從法律上的規定來去講 那怎樣去證明 對方下落不明 是不是要宣告他失蹤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 如果一旦對方的下落不明失蹤 滿兩年呢 你就可以宣告他失蹤了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解除婚姻關係 所以我覺得先生呢 還是不幸當中的萬幸 對 我可以解除你 緊張的地點 我剛剛不見了 我剛剛有了 我剛剛有說 我剛剛想想說 你也不想說 我一個人 我剛好想說 你也不想說 那種事 我現在才能說 我現在才能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應該說 我應該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心愿从头开始的那种感觉 我们专家老师什么意见 女士 我就想帮你打消一下你的顾虑 你刚才是担心说先生这么多年没有离婚 他是不是还没有忘却那段感情 其实不是 他只是因为呢 当年因为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所以就没有着急去办这个事 因为他要办 他得去河南找 挺麻烦的 所以他就没当回事 不是他还有这个余情未了 这是第一个需要打消您的顾虑 先生 我打消一个您对女士的顾虑 刚才我用了一个词 他在2008年的时候 他的生活按了一个暂停键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的王公是当时因为生病 所以他一直在家看剧 因为刚才说他可能超过一个小时 他都不可以 所以他不是不愿意跟您出去 或者是说他不是不愿意别人走进他的家庭 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他有点胆怯 我该怎么跟大家相处呢 如果很多人来家里来相处 或者我去别人家 我该跟人说什么呢 他是胆怯 不是不愿意走出去 是吗 女士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 他也对 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 你一点一点的从门口领到花园 花园领到广场 然后到公园 然后大家就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二位的这两个担心 完全可以打消这样的顾虑 所以你们俩怎么想 是到底下在聊聊 还是说都在想想 我今天冲他来的 我就还是冲他了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成功的概率很高 很有可能先在我们这登陆机 下次进去婚礼来参与一下 我心很软的 他对我好我就可能就那什么的 但是他生活习惯 我老担心对生活习惯 这个抽烟喝酒 我真是很反感觉 因为那个我帮扶他就是这样 我就怕身体不好 再抽烟喝酒更不好 这多麻烦呀 还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对你 对 过着过着还是把我扔下了 是不是 这可怎么办 那也不能一下掐了吧 一下掐了我也受不了 对 你得有一个计划 你得表个态 只能说慢慢的 这只能说少时候或者 甚至不时候 只能说慢慢的 一下记我也受不了 谁也受不了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去体谅他 他一个人 这老光棍也没孩子 就一个人呆着 那多闷得慌啊 是吧 那跟朋友在一起干嘛去啊 谈天说地 对吧 说天文说地理 肯定可能就这小酌一下 是吧 所以慢慢的有了媳妇了 可能我觉得这些啊 其实都会慢慢的有所感染 有媳妇该顾家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女的啊 本着她来的嘛 是吧 肯定喜欢的 是吧 她是有啥能表白她的女的 没有按心机 是吧 我觉得这男的也挺好的 也是直来直去的 也没啥心机 我觉得她俩挺好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两人可以到观察室再仔细聊一聊 也希望在最终能看到你们 能够牵手成功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老师啊 我呢就一个人 很简单 对对对 我冲就这一点 你很简单 我也没孩子了 家庭复杂我也弄不了 我也没了 你也需要找一个引领的 我也希望找一个引领的 是 咱俩都是背东西来的 没看出来的 嗯 你好 要一个蜜汁叉叉 请吃绘画鱼 再帮我点一个白蟹鸡 先生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那好 我们先点这些 一会不过我们再加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高英复 今年75岁 70岁那年 我想重新起跑 去挑战马拉松 梦想和年龄无关 只要不停下脚步 他就没有接受 爸爸给我们钱 可以去买东西了 爸爸不去忙 爸爸工作忙 乖 job Ok 二号女士龚小岚 53岁 黑龙江人 婚姻状况离异 国企退休 那你是到北京来打工的 还是来到北京的 对 我就是国企退休之后 然后我就在这边 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退休以后才来的 不是 退休之前 退休之前 所以你来的时候 是不是岁数也不小了 对 我来北京 现在有五年时间了 五年前来到北京 那能在这样一个时候 来到北京 来北漂 应该也是中间有一些故事 是不是 是的 那这样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二号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视频环节 关键词有三个 好姐妹介绍我来的 往事如风 我和孩子一师一游 来北京有五年 看选择有看了多久了 看了也挺多 看了也挺多气 就觉得特别羡慕大家 都能通过这么好的平台 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 那份归宿 那看到别人有好的归宿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心动说决定来选择 就是我有一个好姐姐 然后她也通过咱们这个平台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然后就有信心了 等于说这个好姐妹介绍 就是她是吗 对 那今天她也陪着你来了是吗 对 她也陪我一起来的 看你往台下看 是哪位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这是什么呀 喜糖 真好快 对了 是 你去 你去 好 洗糖是不是也是迟到了洗糖呀 对 上次了就是集体婚礼 我就想要来了 但是我家先生就是没赶上 还有事的 反正不在聊 是去年九月份到来的我们俩签事 去年九月份来到选择参加的节目 对 是不是啊 对 他是打这些电话 完了我俩就上台 但是我看那人挺好 我们坐那聊天吧 也挺好 挺实在的人 后来接触了真的 他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呀 脾气就是有点急躁 就是人都这么大岁数了 都得有点小的脾气 人家互相搭配 但是您是能接受的是不是 对 对 那除了这点小缺点之外呢 这就是优点了呗 都什么优点呀 让你羡慕羡慕 我羡慕羡慕 有时候给我那个买吃的 处理买的 想吃啥也买啥 衣服就是从里到外全给卖了 今儿穿的这身都是 这身也是 鞋 包括鞋垫都给卖 鞋垫都给买呀 真好 你们看着是不是特别羡慕呀 特别为她祝福 特别高兴 平常这是姐姐是吗 对 这是姐姐 姐姐太有福气了 所以这个喜糖你吃了吗 我吃了 我第一个时间吃的 我还是说把这甜蜜分给你一份 谢谢 谢谢 甜蜜也传给你 因为以后希望我应该找到 一个好的归宿 就是这个 真好 这个姐姐和我们俩是同学的 是二号 您刚刚二号也是同学 对对对 她跟这姐姐是一个单位的 就这么多历史的 对对对 这是到北京来认识的姐姐 不是 我们俩缘分特别深 我们俩原先曾经是一个单位的 就是原先是一个单位 然后家还住一个楼 所以到北京来就又联系上了对吧 对 然后也是姐姐给我介绍到这面上班的 那现在你具体在负责什么呢 就是办公室这块工作 无业办公室这块 什么收费 还有什么发票 各种表格 还有停车证 还有那个车线什么的等等 就等于这个工作比较繁杂 但是做熟了其实也压力不是特别大 对对对 我们俩一个单位 她给我进入一个单位的 你俩现在用一个单位 对对 挺好 挺好 还是个伴儿 对 我们那块单位人 就是那个我们是物业公司吗 而且那个我们前后两小区 活在一起的二级 我们俩服务性的都一样的 工作的业务 业务都是一样的 单身有多年 单身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对对 你今年才五十多 那等于是四十左右 对 三十九岁那年 那也蛮久了 我看你这个第二个关键词是 往事如风 是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也算就是邻居吧 但是不是对门那种邻居 新美竹嘛 也算嘛 就是小时候在一起了 在一起长大的 父母都是一个系统的 应该都互相很了解 对对对 那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呀 可能我也反思一下自己 那时候工作也比较忙嘛 孩子也比较小 单为孩子 然后可能对他 在生活各方面可能忽略一点 我也反思一下自己 可能在这方面关心的不够吧 后来他这个感情就有变动了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提到要离婚了 是你提出来的吗 对 但是我提出来他也同意 就是属于也算和平分手吧 因为当初这个感情就是 属于非你不娶 非他不嫁的那种情况走到一起的 后来就是感觉这个缘分 已经走到尽头了 彼此谁也不影响谁吧 我就觉得 但是孩子是跟他同意的 孩子归我 我们分手之后 孩子就是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这时候也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了 所以说这十多年 虽然我是一个人过来的 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但是我就觉得孩子的成长 包括孩子现在这个工作 他在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那现在已经 这样子就不是 但是我看到一个人 我不能帮助他 因为 interior感情 好像是因为 我能帮你的工作 至于你 但是我能帮助他 Sense骂 然后是什么 我能帮助他 他觉得他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東西真的很好 你會經常給它寫信 對 未視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白杨 能让人真正着迷的并不是金钱和美貌 而是责任 是细节 是专一 是担当 是忠诚 是沉稳 更是偏爱 希望为爱而生的我们 能够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那个人 过上充满爱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 一起为嘉宾们寻找真爱吧 一百分给多少分 九十九 谢谢 谢谢 这个兴趣爱好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但是其实如果真的走到一起去呢 还是可以慢慢培养和影响的 但有一些重要的观念上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一致的前提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看两个人怎么来选择 从不聊也 我觉得这个人在很多方面 都和我要交往的挺好的 彼此爱好相同的两位 最终能否牵起幸福之手 更多精彩竟在今晚的选择 大家好 很高兴您准时守候在电视之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小燕 那今天呢 小燕给大家介绍 三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专家 给大家认识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律师霍明亮 欢迎 心理专家王颖 我们的王老师 心理专家金莹 欢迎三位 刚才说要找一个互相理解是吧 对 还有能关心理 然后其他条件呢 有责任担当 对 别的岁数呢 年龄在60岁以理 第一个想找一个北京的 经济户口的 对 说想找一个北京的 对 是这样吗 但是其实我想告诉您的是呢 那么您是作为一个是 我看了是黑龙江人是吧 对 来到北京生活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去来去讲 不一定非要去找一个北京人 那我们找一个同样在北京 能够有稳定生活的人 我觉得也是好的 对 那换句话来讲 一个人的幸福感 并不来源于到底他是哪里的人 而是来源于你们是否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件可以不一定把它放为叫做必备条件 你可以把它放为叫优先条件或者是加分项 好吗 就是我们在去排条件的时候 有一些是说这是我的底线 这是我的必备项 那有一些是叫加分项 我认为这个可以放在加分项 但是不要放在必备项 否则的话呢 你这个范围立马会缩小 好吗 好 通过您给孩子的这些书性的互动 能看出来您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就是对自己有要求 而且同时对孩子也有要求 所以才能把孩子也培养得这么优秀 所以您对生活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无论是对自己以前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 还是将来跟新的伴侣在一起的生活 都是有要求的 虽然您今年也已经50多岁了 对 但是看上去无论是穿着 还是您的这种仪态都非常的年轻 所以我觉得凭您的外形 其实是很好找的 二号男士您对这女士第一印象怎么样 有女人味看着 穿着你打扮 挺好的 您喜欢这种有女人味的女士吗 喜欢的 张家老师们给了意见 大家都比较看好您 再找应该不难 那接下来我介绍二号先生给您认识 两人先找找感觉好不好 好的 来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士加布 好 你好 主任好 你好 张家老师好 来 赶上换个位子 您坐这边 好 我去坐这边 我们到二号先生 第一印象怎么样 特别优秀 挺帅的 第一感觉是可以对吧 那我们现在对女士的第一印象呢 我觉得女士更优秀 不错呀你们俩 就这回传说中的看对眼了是吗 来先认识一下二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 二号男士贾建明51岁河南开封人婚姻状况离异自营公司 您是现在生活在河南吗 对 在河南 是在 郑州 郑州 对 那今天是从郑州过来的是吗 我是昨天过来的 这样的 那您怎么知道我们这节目了 我也上过一期 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选择成功是吗 对 没有选择 但我觉得您应该有不少弱线 没有这些 没有 也挺奇怪的 你看我们的女士见您第一面就觉得真的不错 是啊 那这样咱们互相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的 留言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守男亲 场上的两位能够擦出爱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女环节 子女 你事实有一个儿子 今年是二十几 三十了 三十了 对 结婚了没有 没有 没有 对 不在北京在外地创业了 在成都那边 成都创业了 对 对赛找应该是蛮支持的对吧 对 还在特别支持 您呢 孩子挺姿势吧 挺好 男孩女孩多大了 我的比较特别型了 三个 三个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结婚了吗 都没结婚了 都没结婚 大的多大了 大了一年二十五 那你这任重道远 两个儿子一个闺女 这三个孩子等于结婚也够你忙活一阵的 是吧 现在不是简单吗 那你三个孩子对于你在找这个态度就比较 好 意见不一了吧 都支持 很支持 很支持 那知道你这次来选择 他们交代你啥事了没 这个没交代 没说你要找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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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这个也不是他要求的 也不能要求 反正您自己心里有数呗 是吧 行 健康情况 我健康没有啥病就是眼睛近视 对 眼睛近视 这近视不算已经不算了 到这岁数都该眼睛每个人都该花了都 但是我这是近视 行 您的健康情况 我健康 每穿过毛衣毛裤不要在棉袄 前两天那大降温 您也就一条单裤就过了 行 这身体都岗岗的 行 收入情况 你是 我这三千多 三千左右 你现在已经算拿到退休金了 是吧 对对对 三千是退休金 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收入是吗 比之拖延 我就说这是一个工作的工资 各一节 四千多 你现在那个单位是包吃包住吗 对对 负责持住 那所以你这个 除了自己基本的开销也没有什么 对吧 是的 所以在北京可能就租房子呀 这个开销是比较大 是 好 您的收入情况 我觉得差不多 多个零 多个零 七八万 其实工资非常高 你是做生意吧 做点小生意 是这样的 过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住房 我这老家有个房子 老家是在 在黑龙江那边 对 是你名下的房产是吧 对 先生是在郑州肯定有自己的房子 是吧 嗯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你是呢 我喜欢运动 朗诵 就自娱自乐 对 真的吗 我啊 爱开车 出去转转 所以你这次来 是开车来到北京的 开车来的 你不是希望另外一半也会开车吧 开车最好 出去玩就 是啊 好吧 他不是剥夺了你的兴趣爱好吗 对吧 这也有幸福大家分享是吧 大家人互相开 那既然这个有兴趣爱要分享 那把你的兴趣给我们分享一下呗 我这就自娱自乐给大家朗诵一段吧 行 好 好好好 《月光下的中国》 作者欧振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 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 在夜色里 他容装素果 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 散发着梅的清香 在我的故乡 在江南的古镇 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 就像一片茶叶 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 即使到了紫夜 在银色的月光下 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 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好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痛 乐 轮番上演 谁都想腰好 腿好 身体好 喜喜乐乐 一辈子 可这一旦腰疼 腿疼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请用输筋建腰丸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建腰丸 是陈里近四百年的 治药精髓 更是国粹中药的匠心传承 输筋建腰丸 中国发明专利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对症 望周白云山陈里记 刚才女士的朗诵怎么样 挺好 100分给多少分 99 谢谢 您选C是吧 您有比较建议是吧 对 我就是 不会处理这么复杂的关系 那您会建议 我只要人对了 我觉得都不是事 江湖之间都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 更何况人家有能力 安排自己的子女 它都不是事 所以您不建议 对 都不建议 您呢 您建议吗 我首先看着孩子的态度 如果孩子支持 那就可以接受 如果孩子反对 这家庭关系很难处理 您在择偶的时候 对方有三个孩子 您会建议吗 有建议 我处理不了 那么多复杂的 我就想找人口结构简单 三个多热闹 您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热闹闹都好 这个问题这么选 而且意见非常一致 还真的挺少见 我估议张家跟我一样 也会有一些感慨和想法 我觉得这位男士选择呢 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本身她就是多子女的爸爸 是吧 所以她在和孩子们的相处的过程中 她会用她自己的孩子作为标准 我觉得我的孩子没那么麻烦 而且多了以后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但是这位女士呢 这样选 其实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好 我觉得第一个 可能您自己是多子女家庭吧 您的原生家庭 几个孩子 您的兄弟姐妹 因为那个年代都是三四个孩子 那你们关系好吗 关系好吗 我就觉得 但是小时候也有吵架的时候 但是各自成家的有问题 就现在有关系好吗 对 都会帮助 都会不相帮助 她一定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 一个好的经验 所以她觉得可能我自己 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 那到了今天我们都长大了 但是我们都会互相帮衬 所以她没有这种 觉得很麻烦的感觉 再有一个呢 也许啊 这就是看上我们这位先生了 看上了以后 这就都不是问题了 如果没看上 可能就会说 哎呀 好像有点多 这位先生未来的一半 真的是要进入到一个大家庭 而且三个孩子 还都没有结婚 其实各种不确定性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我们选择也是会给大家 提供一个服务的平台 那有我们的心理专家 有我们的律师 都可以给大家解决一些 非常现实的问题 好 那既然两位 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非常一致 那我们就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我们这位先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女环节 环节词有三个 事业上自己说了算 婚姻上父母全包办 想找个人来领导我 好 是耶 您刚才说自己做生意 您具体做的是什么 全名叫种植碳酸钙 简称的就是土化做石头粉 石头粉 它的全称是种植碳酸钙 它的用途就是像塑料 土料 香蕉 使用 化工 像化妆品 牙膏都需要 化妆品牙膏怎么会用到这个 是的 它的塑充料都需要 这个 可能这个级别不一样 需要精选 所以就生活当中很多都要用到 您现在生产的这种东西 您是自己有自己的厂房 是吗 有自己的厂房 有自己的公司 有多少人呢 这个公司 现在这个都是基建化 特别这个它重量比较 它是石头 基建比较多 人用的倒不多 几十个人 那需要您老盯着吗 那这个事不用我管 还不用您管 所以您平常就是闲的时间 还比较多是吗 太多了就是 太无聊了反正 那你怎么不早找个女朋友 不好找 找不到关键是 瞧一瞧 那么大的河南郑州都找不着 就是河南找不到 才是到北京来的 那万一在北京找个北京媳妇 怎么办呢 待会 这个现在对其他在北京 哪里都行 无所谓 是您可以跟着她走 还是希望她跟着您走 都行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就是您的事业 其实也可以放下 三个孩子也可以放下 您等时候来到北京 也是可以的 是吗 哪里都行 哪里能有爱都去哪里 只要人对了 别的事都是小事 所以如果说在北京 要定居的话 在北京买个房子 踏踏实实过日子 问题也不大 那应该不会太多 好 所以现在就是属于有钱有闲 就缺一个爱人的状态 钱到某 人家没钱 没习户 您都七千后边加个零了 不是 你刚才那个可能说说 理会错了 讨厌三四千 或者多个零 其实它就是半退休状态 我就喜欢想找一个 就是半退休状态 事业还不用把着绳着 然后还在住着 然后生活还能自己说来说 那您原来是学画工的吗 然后去做这行 原来了解一点画工 没有去做 最近这个十多年吧 自己开始做 之前您是做哪一行 做有几样 做过金属水果 那都早了 规定很少的时候 水果是批发水果 批发水果 全部做金属水果 精品的也没有过产的 所以也是很多的行业做过来的 所以事业上是自己说了算 对吧 自己想做什么 自己怎么转型 都是自己来做主 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婚姻上自己就做不了主呢 那个年代可能是父母包办 那您之前那个爱人是 也是什么邻居 同村的 邻居的吧 邻居的 那你父母当时看上他什么了 不要给你包办这个媳妇 对啊 那个年代主要是我 这个情况我个四个 如果我不定 下面兄弟没话定 你老大 我老二 就是你这个不能该 你该都放下来了 你不管好和坏 下面兄弟都行了 那会儿您多大岁数 结婚那会儿 结婚二十二十多二十一 最早十二岁都定亲来了 啥都不懂 那父母还是行的行的定了 就说那个人 将来是你媳妇 就是他了 那就那意思吧 那十二岁 你哪儿就认识了是吗 啥都不认识 又不说话 就不认识 见面不会说话 说大话 父母也定 双方父母见面 才里一哥 定了啊 娃娃亲 什么好 那那会儿你们不互相 说既然这是自己未来的媳妇 这是自己未来的老公 那不不不联络联络感情 那年代跟这回一样 见面说这个事 那就事了好了 那你结婚多久 发现可能这俩人不太行吗 不是这俩人不太行 好多泡面都不太行 对啊 哪些方面 可能父母啊 他父母参与的比较多 嗯 那你做生意 不就离开你们原来那个地方 把他带出来了吗 嗯 当时出去 我先出去了 他还在老家呢 嗯 最后一去呢都完了 做不成了 哦 为什么不让你做了呀 那还弄不明白 他就 我是希望多赚点钱 他就希望少赚点钱 就是这个 这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 你们应该有三个孩子了吧 那时间还有两个 嗯 最后有一个 那对总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 他为什么希望你少赚点钱呢 那他谈不到这样 就没有公共语言 我们两个一年说话 这个十多年 一年能说几句话 奸起身边就 现在说不清 各一年都能说得清 到最后你们俩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 就不在一块生活 还是怕社会的诱惑度呗 我觉得是 怕管不了 对 而且他是除外做生意 嗯 然后一旦 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 男人有钱就学坏嘛 对 我觉得他不跟在身边 肯定有这方面有原因 从我们女人角度来说是这样 他其实是那些 男人一优秀了 一有钱了 就接触面就大了 而且诱惑力也多了 然后再加了 就女人他们就挺担心的 但是他的心态 他要搞我 还是希望他就挣得多一点 不希望他再来 他是不想他挣我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 为什么想找个人来领导你 说真的 我来这么多年 可能说太自由了 就感觉到某方向 去哪儿不知道 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干啥干啥 像这个专家老师说了 我开车一天能转几个地方 天津的几个地方 一会儿来这一会儿 跑好几个地方 感觉到谁能来领导领导我 直直让我干啥干啥 哪怕受点压迫 我感觉到很痛快就行 受点压迫都行 那都行 我需要点领导范的 是吧 有准硬的 我需要领导 真的 所以我当不上领导 我需要领导 你听懂了吧 反正如果我坐在你那个位置 我是红度了 我就觉得这位男生 你只要明白就好 自身条件特别好 所以说他对应的 他要求对方条件也非常完美 其实他这条件是很高的 我感觉 说得非常简单 但是实际我就感觉 你要求对方面 方方面面都得做到 因为人没有完美嘛 没有完人 但是您是需要做到最佳 也不是这样 如果他不当领导的话 也可以是吧 那他就得听话 那不是听话 那你十万行都不用操了 你又把这个家 抓这个后面那个事 抓好不行 家抓 生活抓好 家庭抓好不行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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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番上演 谁都想腰好 腿好 身体好 喜喜乐乐 一辈子 可这一旦 腰疼 腿疼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红啊 请用 腰细酸痛 对症 望州白云山成礼记 刚才您在说我在记 在记什么 我在记几个词 那记什么呢 你看刚才啊 您有几句话 我说的啊 我觉得是让大家 会对您有错误的认识 比如刚才主持人他问您 你喜欢找一个什么样的 做又体贴的 要找一个女主人 甚至您回家说我 被压迫我都愿意 其实这是不对的 您的表达 没有表达清楚 您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首先 女士 您不要担心他干的那个想法 不要把您吓着啊 我帮他解释一下 这位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相信您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大家长 所以孩子们都很听他的话 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我说的这个家长 不仅仅是对他那三个孩子 甚至包括在他的单位 在他的家庭当中 他也是那样的 大家长性格 那这样的人呢 就像一棵大树 他能够保护你 那么再来说 他刚才说的找的这个 说非要找一个说人管着他 可别错误理解啊 他是到底要找一个 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能够理解 他说他每天可能没事干的时候 开着车他不知道去哪儿 因为他不知道家在哪儿 他特别希望有一个 不是人管着他 是希望有一个女主人 这些启動的 我会有一个女主人 他有一个女主人 的孤独 这是女主人 是女主人的那些人 但他是女主人 要因人的 但是他刚才一直有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现在我觉得二人可以进一步再深入地了解一下 因为再了解了解什么 沟通上面才能了解彼此之间的这个脾气秉性 能不能够相符 通过了解我觉得这个人 在很多方面都和我要交往的人挺红的 对 就是她有社会阅历 然后还知道修身养性 对 然后其实她对家庭是挺负责任的 对 她的工作性质我都挺喜欢 工作性质还比较就是半自有状态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问问我们的二号女士 是愿意跟我们的二号先生 在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还是你觉得你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是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顾虑 我姐这位男士太优秀了 不是 然后我这个自信不足 在一个年龄也很年轻 因为我从我这个原则出发 我是找年龄比我大的 我不希望找我年龄 对 年龄是一个相对比较硬性的 一个指标在我这里 女士比男士大两岁 两岁 对 年龄这个事呢 我觉得还是不能超过这个年龄吧 应该说 就是还希望找比自己年轻的 我觉得对 要年轻多少 年轻多少倒无所谓 就同量也行 关键是我觉得对谁都好 是吧 你说虚伪的 大几岁也行 这不太是吧 我觉得对谁都不负责了 好 那如果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很介意 我们就让二号女士暂时离一场 我们把三号女士请上吧 好吧 好 好 谢谢 从年龄上高 认识身体上 或者经济表现上高 感觉这个人 男人 说话还挺直爽的 挺靠谱的 应该得感觉这样 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 不管你有多少的朋友陪伴 你都需要家庭的温暖 一个完整家庭 需要两个人共同组建 因为有